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他发现在法国建了个佛学院 是真正的法国教育部给文凭的 就是你们中间将来有一些 现在退休了不想再干事就可以去那儿学 去那儿学他以前是 他在法国有个寺院 然后有一个讲堂 你要在那里面吃住 我说师父这个时代改了 你把人家关在里面不愿意 这样吧 我给你 我们一起办游学 我带着他们去阿尔卑斯山 我带着他们去金马轮 带着去走全世界的名山大川 你派教师跟上 他说这个好 他一想去 我们就打成这个协议 他不收学费 你掌声一下 他不收学费 他管吃管住 你没钱的这些人就可以有福了 就可以去上这个佛学院了 但是那旅费还得你出 人家这个 你在他的那个叫讲堂里面吃住 他有那个僧僚 不收学费 你出去住旅馆你还得你付 飞机票还得你付 这个我们这个已经打成初步协议 那么他特别发现 他当时是净空老法师 在这个法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组织了一次这个万人大会 就是他主持的 他帮他连接的 结果就是净空老法师 在欧洲一炮大响 所以是那么他也很发心 中华文化特别优秀 所以他在法兰克福又成立了一个 如始道教育学院 如始道教育学院 他也希望我们在那儿跟他一起 把如始道 这个东方文明的东西传播到西方去 同时把基督教天主教 因为这个世界宗教联合会呢 它是这个各个宗教一起的一个组织 所以他跟这个教皇关系挺好 跟这个这些什么都挺好 那么今年卫塞节 因为疫情 明年卫塞节 他也邀请在座的你们这些去参加 国际卫塞节大会 如果是安排得好 明年我们应该不在新加坡 办这个卫塞节庆祝 我们会参与到全世界的 这个佛教联合会的 这个大会里面去了 所以说我们的东西 已经融入全世界去了 掌声一下 所以说已经得到了 这样的一个圣僧的一个认可 那我当时第一次跟他见面 就是他只给了我两小时 他说你明天能不能不走啊 我今天有事啊 我说不行啊 我说新加坡那帮一个教学行程 已经定好了 我必须回去 他说你下次来 你必须待个七八天 我们好好聊 因为他是八岁就出家的一个僧人 特别单纯 你见到他那一副圣僧的样子 那么一点没有狭隘 不像你们的师父鬼道道很多 人家是一副清净相 这个哎呀十分殊胜 所以这也是个好消息 欢迎点赞留言分享 弘扬阵法广结善缘功德无量